科醫師在臉書上寫的是說 他衝駐醫院搭上了計程車 趕到亞東醫院急診處 嚴重頭部外傷深度昏迷 當時看到學生 他的狀況是臉部腫瘡已經變形 而且插管了 右手右大腿的骨折 電腦斷層顯示 腦部嚴重的錯傷水腫 紅部腔出血 因為血壓持續不穩 只好直接推進手術室進行手術止血 而當科醫師趕到 看到螢幕上的數字超過70的時候 心裡一成 他知道這個腦牙太高 大勢已去了 抱著一整個房間的護士 還有醫師 還有手術台上躺著的學生 這個艾圖曾鈺慈 他連腹部的傷口都還是開著的 他只能在心裡面對這個學生說 孩子原諒我 老師盡力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你救回來 所以就在臉書上寫的 同時最後他還介紹一下曾鈺慈醫師 32歲是臺大醫院急診師 後送病房的主治醫師 照顧這個醫院的傷病最嚴重病人 而一個願意奉獻自己 去照顧社會最弱勢病人的好醫師 在過馬路的時候 卻被一個酒駕開車闖紅燈的人 你記得當時的情況是寫的這樣嗎 當時那個 是不是所有的醫生護士 都是看著你 您是在亞東醫院對不對 看著你來做決定說要不要救還是怎樣 要不要再開一點 啊 這個 我稍微補充一下曾鈺慈醫師 我知道 因為我媽媽當時在急診時候 後送的時候 曾鈺慈醫師當老師她主治醫師 這醫師長得非常漂亮 而且這病人非常好 我印象中那時候 我媽媽剛好開始被診斷 曾鈺慈醫病發癌的時候 那醫師又死了 也是告訴我 暫時不要告訴枷鎖 她會懂得那個保護病人的心理 所以這個醫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覺得是個很有愛心的醫生 而且我們病人當作考慮的醫生 所以當我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我很生氣 我也很難過 因為這麼好的醫師 又這麼漂亮的醫生 怎麼會碰到這些事 你我說什麼 你問我